关注,宝宝红屁股是让宝妈心烦的一件事,无论是给宝宝用着尿裤还是尿布,宝宝都有可能受到红屁股的干扰,因为宝宝皮肤这嫩,很容易就会写尿布诊。 加上现在天气慢慢混暖,宝宝红屁股的情况更加常见,所以日常的护理非常关键。 宝宝红屁股在医学上有称尿布诊,红屁股的发生与早产儿,低体中有关,发生尿布诊的因素很多,最主要的是臀部皮肤长时间潮湿,温热更会加重红屁股的程度,粪便及尿液中的刺激物质会使向屁股发红,臀部皮肤经常接触一些清洁液也是一个诱发原因。 注意宝宝的卫生,如果用纸尿布,要选品质好一些的,每次换纸尿布时,最好用清水给宝宝洗一洗小屁屁,用清水洗的效果会用湿巾擦好得多。 如果用尿布,尿布要及时更换,在宝宝红屁股期间,最好先不用纸尿布,小屁屁在通风透气的环境下会很快好起来的。 如果宝宝使用的是尿布,一定要用纸粘白布或纱布做的尿布,这种才值得尿布舒适,吸汗,无刺激,不像化线可能对皮肤有一定伤害。 由于尿布一旦尿湿,臀部周围干放的环境就被破坏了,因此,每一次小便都要及时更换。 仅身而红屁屁是因没有经常保持臀部皮肤的清洁干燥而造成的,由于臀部的尿布的部位,接触时尿布的时间较长。 大便,尿液菌对皮肤有较强刺激,加之新生而皮肤油嫩,很容易发生吞红,只不皮肤可出现红色小丘疹,严重时皮肤泥烂破坏,脱皮流水。 当出现红屁屁时,要注意保持臀部干燥,发现尿布湿后要及时分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